台东县东河乡是台湾著名的冲浪胜地 吸引了许多国内外的冲浪好手前来朝圣 而在28号的上午却发生了一名女性的冲浪客 疑似因为体力不支无法自行上岸 受困在离岸200公尺的胶岩上 所幸经过海巡人员紧急的救援之后 已经顺利的脱困转送医院进行治疗 冲浪客在海面上载幅载程 海巡人员以投放绳索的方式将人救济 事发在台东县东河乡五名桥附近的海域 28号上午两男两女冲浪客在海上进行冲浪活动 其中一名女性冲浪客 疑似因为体力不支无法自行上岸 与同行的三名友人滞留在离岸约200公尺的胶岩上 等待救援 冲浪客疑似体力不支无法自行返回案记 立即通报第二机动巡逻站及第15海巡队前往救援 另外有通知绿岛一夜电台 协助联系附近的注意船过来协助 海巡人员接获通报后立即出动海巡艇 以抛头绳索的方式顺利将人救起 并由救护车转送至医院进行详细检查 台东海岸是许多冲浪客逐浪的首选地点 海巡队也呼吁民众 从事海上暗计水域活动时 除了注意风浪及自身安全外 也要衡量体能状况 避免发生类似危险 谢谢夏家会东河相报道